5月7号8号 奥运受火接力在长崎市 从原定的25个区间5.1公里 避开部分繁华区域缩小为19个区间3.8公里 25名火炬接力跑者中 人气女演员十元李美跑第一棒 由于长崎港近年迎来开港450周年 所以象征连接古代日本与文明大陆的潜塘使船也特别现身 火炬手还搭乘潜塘使船 在另外两艘船的护航之下航行了一公里20分钟 完成了穿越时空连接历史的一段奥运路程 这艘潜塘使船是2010年日本脚川文化振兴财团 为配合上海市博会秉持延续中日文化交流的信念 按照中国文献还原的朱虹小船 是的 按照中国文献还原的 因为日本最早的历史记录是720年编撰的日本书记 而潜随史是600年 618年随灭塘之后潜塘使是630年 这些历史日本都还没有开始正式记录 720年日本才正式开始编撰第一本 正史日本书记 所以要复原潜随使船潜塘使船 只能依靠中国的随书才能完成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书里也只记载了船上都有谁 关于船没有确切的记录 因为日本当时的造船技术不行 基本上是模仿中国船只制造 谁会为了仿制品做记录呢 好在有高僧写游记 还没来得及发朋友圈 根据里面的蛛丝马迹 加上推测完成了船只的复原工作 现在复原的这艘船全长30米 宽9.6米 船翻升起来之后 整条船高15米 现在看也就是一条普通的渔船 但是在300年前 这就是一艘巨轮了 日本的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 为了学到中国的法律 宗教文化还有技术 日本不断的派遣使者和高僧 去当时的中国 250年间往返了20次 或者更多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用海上罗盘 全靠夏天的西北风 还有冬天的东南风来回的折腾 有风的时候靠船翻 没风的时候就靠船员用蒋滑水前进 成功抵达的概率是80% 一艘船能搭成140人 为了确保安全 往往是四五百人搭成四艘船渡海 日本天台宗的鼻祖醉成 真言宗的鼻祖空海 随同第18次浅塘使船 分成第一艘和第二艘船 最后还就是他们这两艘船 开到了中途大唐 浅塘使船的航线 有北线和南线两条 北线是从日本赖户内海出来之后 经朝鲜半岛进入山东半岛 这条线路非常安全 几乎没有出过什么事 但是由于663年 日本与大唐决战白村江 日本输了 从此不敢再用这条北线 浅塘使中断了31年 702年再重启的时候 第八次浅塘使船 只能绕远去走南线 经过延美大岛抵达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板块够大 即使航向偏离 最终也是能够上路的 就是远最快也要七八天 最要命的是返航的时候 茫茫大海上日本岛国就不那么好找了 回城的时候经常跑偏 不是触礁啊 就是飘到菲律宾啊 最惨的就是消失在大海上 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75天 曾经三次参选东京都知识 但是没能成功的 宇多宫建儿在网上发起要求 取消东京奥运会的签名征集活动 5月5号开始到9号 达成30万人的目标 与此同时 5月8号 评论家竹田恒泰 也在该网站上发起 支持东京奥运会的签名征集活动 竹田恒泰的出身是皇室家族 他的父亲是日本奥委会前任主席竹田恒和 竹田说 即使赞成的签名 没能超过宇多宫建儿那边 也希望世间能够看到 支持东京奥运会的大有人在 只要能改变反对 东京奥运会一边倒的社会现象 就算是达成目标了 5月10号 奥运盛火将会离开左鹤县 前往福岗县 12号之前将会停留在日本的九州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上海东方卫视 东京站记者松看看再会